我记得我们在七年刚加入的时候 当时不是很多市民或公众或客户 都未将食物安全或优质食品带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他们通常会只是在一些媒体上报导 他们看到有些不太好的新闻出现了 在那一两个星期可能会谈论很多 但是很快这件事最后都带不到他们购买的习惯里面 现在都七年了 在这七年里我们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优质食品计划 中间我看到越来越多客户和市民 是他们自然会说起这些东西 不需要看到有负面报导才会说 这件事我是很开心的 我们公司的目标是用科学化去养不同品种的鱼 我们现时只有几个品种 就是花美龙凳 东升斑 南瓜子斑 红瓜子斑 还有青斑 那些都曾经试过的 叫做科学化养殖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 under control 的environment 就是可能水质 鱼种各方面都要 经过很严谨的步骤 才会最后变成一个放在大家桌上的鱼 其实公司在这么多年都差不多二十年的历史里面 我们希望鱼健康成长 但是我们中间是发觉其实鱼头是很重要的 不只是说鱼的鱼头 而是说鱼种的鱼头也很重要的 我们曾经去到澳洲去找最好的鱼种 最好的花美鱼种 最后都被我们找到 我们亦都即是机缘巧合可以 将那个枯化墙都归起我们公司的旗下 最后鱼种这方面 就叫做可以满足到我们公司的方针 再下去就是说 那条鱼来到我们的鱼场 整个养殖周期里面 就是由鱼苗去到成鱼大概 一至两公斤左右 至到卖到去给高级酒店客户 或者一些Clubhouse的客户 整个过程我们都有很严密的监管 以及有记录 作为一个有负责任的企业 或者食物生产者 其实本身他们都自己 都有一个很完善的记录 所以我觉得如果加入GS1 优质食品计划 其实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难度 所以每次 尤其是现在 越来越多年轻人 去加入农业或者鱼业 其实是好的 因为他们比较容易去接受 这些有记录 很科学化的 养殖或者农业的方法 我觉得每次我见到他们 其实我都会和他们说 有这个计划 其实他们都很乐意去参加 我们其实在行销上 虽然功夫都没有变 一样是主要去教育大众 因为其实香港人实在太忙了 但他们对食物安全的要求 其实没有变过 其实可能政府或者媒体 在这些报道上都用多了力 所以我们在行销上 其实是半功倍的 所以我见到有今天这样的成果 其实我自己都很开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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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